朋友们大家好,那这节课呢,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继续来给大家做一些全局类型的讲解 那打开我们之前写的代码,就这里啊,我打开gquery.d.ts这个类型定义文件 当然呢,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一个类型描述文件,对吧 或者类型定义文件呢,它都指的是这种d.ts的文件 OK,上节课呢,我们写了这样的一个函数重载的代码 我们可以写两个同名的函数的定义 OK,这块其实稍微有一个问题,我要改正一下 因为当我们去这么去使用这个.html方法的时候 实际上它返回的内容还是一个gquery的对象,对吧 所以这块我返回一个这样的空对象是有问题的 所以它可以再返回一个gquery instance OK,这么去写是比较标准的 上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节课我们接着来讲 实际上当我们去做这种函数重载的时候 我们除了用这种上面多个函数的方式之外呢 还可以借助interface接口的形式来去编析我们的代码 OK,这里我写一个叫做函数重载 在下面我先把它注视掉 我换一个写法来写 这里面我写interface 叫做一个gquery吧 OK 那我可以用这种接口的语法呀 去写出和上面一样的这种重载的效果的代码 我可以这么去写 ready funk 保存一下 这样我select the string OK 这个时候其实我用的就是interface的一个特性 当你在里面这样去定义两个函数的实现的这种 声门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在写一种函数的重载 它的意思是我gquery这个接口 你既可以这么去实现 又可以这么去实现 那么其实那gquery这个东西 它就是函数的一个重载的机制 对吧 OK 那如果用接口去写了一个gquery这样的东西之后呢 我们在这块page.ts里面去看 dollar还是报错的 因为什么 这块我接口是gquery 同时呢我也没有去做一些定义 所以它现在呀 并不能去告诉我的page.ts 这个dollar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块压根就没有出现这个dollar 所以你可以这么去定义 我再定义一个declare 全局的变量了 var dollar 它的类型是gquery OK 这么一些 我们再看page.ts 就不会报任何的错误了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四行代码 使用了interface的语法 实现函数重载 OK 好 所以这块呢 这节课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interface的使用 借助它来实现函数的重载定义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去讲一些全局类型的东西 这块我也注释掉 我说我先开着吧 我们说我在我的page.ts里面 可以写这样的一行代码 我说 你有一个 dollar.fn.init这样的一个方法 实际上使用它的说法 我们知道 当我定用dollarbody的时候 其实底层运行的就是 new了一个dollar.fn.init 这样的一个类 或者说构造函数 那么 但是现在呢 这块会报错 原因是 我现在dollar是个方法 你定用点的时候 它会认为 fn不存在 init呢 也不存在 所以这块 type script是不知道 dollar这个东西下面 有fn 有init的 那处理这种语法 或者说写这种语法的 类型描述文件 我们该怎么写呢 我们这么去写啊 首先把下面这块 interface这块的 读解 我先干掉 我把函数这块 重载的东西呢 先给它打开 OK 我可以在这里啊 再继续写 我们看 dollar现在既是一个函数 在上面它是一个函数啊 在这块 它又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才有点这个属性对吧 那如果我们声明一个对象 我们该怎么声明呢 我们可以declare namespace 我们来声明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名字 也就要dollar OK 那继续 在这个对象里面呢 有一个fn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写一个 bar fn 定义一个变量 但实际上我们看啊 这个fn还是一个对象 相当于init的方法 遇到这种情况 实际上你可以写成一个 这样的秘密空间的欠套 首先 这个namespace 表示一个dollar dollar是一个对象 那我在里面可以再去 来一个namespace dollar下面有fn这个东西 对吧 好 再加一个话款号 那这个fn里面 又有一个什么呢 init的方法 其实它不是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构造函数 对不对 那构造函数呢 我们可以用late的形式 来去表示它 所以我可以写一个class init ok 写成这个样子 保存 再回到page.ts里面 就不报错了 为什么呀 首先它知道 dollar是一个命名空间 在这儿 dollar下面呢 会有一个fn这样的 命名空间 而下面又会有一个 init这样的构造函数 所以这块呢 我写了一个classinit 当然呢 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 定义成一个构造函数 你认为它就是个普通的方法 行不行也行 那这块就不要写这个class了 写一个function init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个括号 冒号 我们返回一个wide 都可以保存一下 再来看 我们看它会报错 说new需要你是一个构造函数 而不能指定是一个an類型 所以这块 我们看一下哪有错误 写一个function init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这块ok的 只不过呢 我这个函数 它不是一个构造函数 所以这块 你直接new一个函数的话 它就会有问题 那我还是要把它改回来 变成一个plus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 这块才可以用new的语法 好 讲到这呢 就又给大家讲解了 在全局里面如何定义 如何对对象进行 对性定义 以及对类进行对性定义 好 以及就是命名空间的欠套 对吧 命名空间的欠套 好 我们说如果 你在全局上面 有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用namespace 去构建这个dollar对象 而这种namespace 也就是命名空间 它呢 其实可以嵌套的 所以里面又是一个对象 fn的时候 你就又可以用一个namespace 再进行一层嵌套 而fn下面有一个构造函数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class 对这个构造函数 进行一个定义 或者说呢 对这个类进行一个定义 好 讲到这儿呢 我们对全局里面的一些东西的讲解 差不多就结束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啊 当我引入外部的一个库 那就会引入dollar这样的一个全局的变量也好 全局的方法也好 或者说全局的对象也好的时候 那么tapscript无法识别这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通过全局的一些声明内容的语法 去让tapscript能够理解我的这个dollar里面 到底它有一些全局的什么东西 然后让它不去报错 那这里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首先定义全局的变量 用这种var的语法 那定义这种全局的函数 我们用function 定义全局的对象的时候 我们用namespace这样的语法 定义全局的这个函数的重载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种语法进行重载 然后呢 也可以用下面这种语法进行重载 但是你会发现啊 当我既要让dollar是函数 又要让dollar是这种对象的时候 下面这种语法就不太容易写了 所以呢 如果dollar是不同的函数 只是对函数重载的时候 用下面这种语法 interface的语法是没问题的 但现在你的这个dollar 既是函数又是对象的时候 下面这种语法支持的就不是很好了 你就只能用上面这种语法去编写了 OK 那么其实我们还讲了 如何去定义全局的这种类 以及这个命名空间 这种定义的嵌套形式 大家呢 把这些知识点给掌握就可以了 那这节课 我们就讲这么多的内容 大家加油